啊 看看你的周围吧 海洋充满了生气 是没有狮子老虎或熊了 但是有海龟 金鱼 海豚 跟大量的鱼群啊 不过突然之间 它们却往四处分散开来 让路给某个巨大又不祥的东西通过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阴影 但它一步一步地越来越近了 而且身影没多久就变大了 我们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鲨鱼 它那个黑色的背部跟白色的腹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一只巨齿鲨 海洋的终极掠食者 它以放松的速度游着 显然它现在还不是太饿 就像君主对着随从 致意那样的左右摇晃它巨大的头部 面对这只野兽 其他的海洋生物都心生畏惧 躲得远远的 不让自己成为它的下一顿午餐 但那是什么啊 数量庞大的鱼群从海底深处游过来 看似受到了惊吓 就像是视而不见般地淹没了这只巨鲨 有件事让它们极为惊慌失措 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这只在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 巨齿鲨被激怒了 它一口咬下周围那片银色鱼群 一次就吞下几十只的鱼 不过它们还是没有逃离这只野兽 真要说的话 它们看起来反而像是在寻求保护呢 这只鲨鱼大口地张开嘴巴 准备好要再来一口 这个时候 某个又长又粗糙的东西 击中了它的侧边 这个撞击力道大到足以让它闭上嘴巴 并且在水中奋力地保持平衡 巨齿鲨的双眼惊讶地睁大 它转身寻找敌人的身影 但为时以外 它的鱼塞受到了另外一次的撞击 把它呼吸的空气从嘴巴撞出来 出现了一堆泡泡 就在最后一刻 鲨鱼注意到了攻击是从哪个方向而来的 是从下方来的 这只野兽回过神来 把鼻尖转向下方 锁定目标并且像鱼雷般地朝水中全力前进 就在正下方 它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但它还分辨不出形状 不过这对巨齿鲨来说已经足够了 它把这只想在海洋之王头上动土的愚蠢生物 当作目标锁定了 它张开嘴 露出一排排又大又弯的牙齿 向敌人冲去 但正当鲨鱼扑向敌人的时候 这个敌人却往侧边闪开 而鲨鱼一口咬下的时候 只咬到满嘴的水 现在鲨鱼被激怒了 它转而面对那只无理的小怪物 并且设法要把它给看清楚 不过它的脊椎却又先受到了一击 它晕头转向的往下沉 看着一只前所未见的巨大乌贼 正将多个触手伸向各个方向 其中的两只比其他要长得多 而那只怪物将它们抬到它巨大的头上 接着它将侧边转向鲨鱼 而巨齿鲨发现 自己正直直地看向那个 跟鬼扶轰一样大 且如最深的深渊一样黑的眼睛 鲨鱼目瞪口呆了片刻 但及时发现其中一只长触手 又发动了攻击 而移到了旁边 它直接从上方而来 巨鲨迅速地移至侧边 不知被打到 那细长的玩意儿 只差几英寸就打到鲨鱼的头了 留下一连串的气泡 当这只海怪摇摇晃晃地 把触手放回头部的时候 巨齿鲨找到了机会再次扑过去 它的嘴巴紧咬着触手 准备把它给扯掉 但有些不对劲呢 这个玩意儿就跟橡胶一样 连鲨鱼的牙齿也无法刺穿过去 但它还是紧咬着不放 并感觉那只怪物乌贼 扭动着想要挣脱 巨鲨了解到 它无法把触手撕裂 于是便开始用拉的 它游离海外 但这次不够快 它忘了还有第二只攻击触手 于是它的侧边又再次受到了重击 这股冲击让它放开了触手 但因为太生气而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这只野兽转向它的劲敌 并发动攻击 用它的鼻尖瞄准那只大眼睛 然而 海怪的反应极为迅速 它在原处旋转 转过身将所有的触手合起来 并且像活体盾牌一样的交织在一起 好面对那个即将出现的裂捕者 巨鲨鲨全速撞上那个扭动的物体 向一侧弹了出去 但它并未失去动力 平稳地转了方向以后 由另外一侧向敌人逼近 这一次 乌贼就保护不了自己了 巨鲨鲨用全身60吨的重量 向海怪侧边的头部撞了过去 这里也如橡胶一样具有韧性 但那个怪物显然被这一击给撞晕了 它垂向侧边并且开始下沉 巨鲨鲨很得意这次的成功 它继续猛攻 并且再次张开嘴巴 要去咬那个生物的头 但是乌贼突然从旁袭击 巨鲨发现自己被交缠的触手给包围了 这些触手比那两只长触手更短 更粗也更坚韧 鲨鱼猛烈地晃动试图挣脱 但那只触手上面布满了大吸盘 被他们抓到的东西是无法逃脱的 这团触手分散开来 而巨鲨看到了眼前十几英尺远的地方 出现了巨大的慧 它没有大到能够吞下这么大的猎物 但是触手还是把鲨鱼给带了过去 巨鲨鲨使出了杀手剑 决定用头去撞海妖怪的慧 它流畅地拍打着尾巴 咬紧了牙关向前推进 巨鲨可没料到会受到攻击 在鲨鱼的鼻尖碰到了那一刻 才避起了他的会 轰然的一声巨响 海怪被重重地往后推 将巨鲨从他的手中释放出来 吸盘自鲨鱼身上弹开 留下了不均匀的圆形疤痕 巨鲨趁着敌人回来之前 想先追过去再咬一口 但是为时已晚 海怪转过身 开始以极快的速度逃跑 但鲨鱼不放弃 加速追了过去 当巫贼潜入海洋的黑暗之处的时候 他在眼前看到了旋转的触手 然后就突然完全无法看见那只怪物了 事实上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刹那间 鲨鱼只能看到全然的黑暗 更糟糕的是 它连任何气味都闻不到 巨齿鲨疯狂地看了看四周 试着找出任何动静 接着他看到了亮光 并在两只强而有力的触手 突然攻击他背部之后 向下沉没 巨大的乌贼喷出了大量的墨汁 但是他没有逃跑 反而利用这道掩护重新振作 并从后面攻击巨型鲨鱼 他成功了 巨鲨晕头转向的 似乎找不到方向了 海怪趁机试着攻击 并且做个了结 他开始挥动那个又长 攻击性又强的触手 锤打鲨鱼 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但令人惊讶的是 巨鲨被攻击给激怒了 并且开始去咬四面八方 打过来的触手 他错过了一次 两次 但在第三次的时候 他成功地用巨大的牙齿 咬住了其中一只触手 鲨鱼知道 他无法刺穿那个橡胶般的质地 因此马上开始拖着游走 他直接转而往上 要到水面 并且用剩下的所有力量 把反抗的乌贼一起拖了过去 海怪继续用剩下的那只触手 打他的敌人 但根本无济于事 巨鲨看起来 非常专注地要游到水面 这只野兽感到恐惧 他的栖息地又深又黑暗 而潜水处 则是巨齿鲨的地盘 然而除了看着之外 他也无能为力 当鲨鱼把他往上方 耀眼的阳光拖去的时候 那双巨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最后巨鲨跳出了水面 嘴里还咬着触手 他因为重量太重 而无法高高跳起 但速度和动力 足以将乌贼往上抛出了 鲨鱼松开湿软的触手 并且立即潜回水中 同时还用他的尾巴 给了海怪重重的一击 那巨大的身躯颤抖着出现在水面 但随后也潜进了水中 只见巨鲨以极快的速度 逼近那中型的头部 索性他并没有瞄得很准 鲨鱼只被锋利的牙齿擦过表面 但这只野兽已经受够了 他等着巨鲨再次冲过来之后 又喷出了一团墨汁 鲨鱼迷失了方向 而海怪则快速地往下冲 潜进那舒适黑暗的海洋深处 他今晚不会成为任何掠食者的晚餐了 墨水消散开来 巨石沙看了看四周 只看到空荡荡的海洋 乌贼不见了 他渴望地看着下方的黑暗深渊 他知道这场打斗也许已经结束 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 他们会再见面的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哦 请不吝点赞